國內十二家的產險公司 估計有七百多萬張的防疫保單 確診或隔離都必須理賠 最近幾乎是一天 就要付出兩億元的理賠金 要申請防疫保單的理賠 原本需要診斷證明 還有隔離文件 造成大量確診者 湧入急診室跟地方行政機關 後來雖然可以改成 線上下載文件 重複投保及輕症的居家 照護理賠問題 還是讓許多保護不滿 找上民意代表投訴 到底這一波防疫保單之亂 保單的設計 還有事前的監理 出了哪些問題 鄰近的泰國 去年發生過類似的狀況 臺灣有什麼可以借盡之處 一起來看獨立特派原記者 林真如賴政員的報導 臺灣產物一家公司 承保四百萬千 沒有問題 虧了 我認了 願賭服輸 後面這十幾家 哇哇叫 這個不承保 那個不理賠 這個不算數 那個東西不願意 是保險公司耍賴不理賠 金管會消極不作為才引發的 那我們認為保險公司 不是賠不起只是輸不起 一件一件都在侵蝕 這個保險公司的一個信用基礎 理論上來講 保險公司不應該來賭博的 但是我很不客氣地講 這張保單有點像賭博 在賭的是我們衛福部的防疫政策 然後海藍 就是在賭博 加賭博 我們要去買利 那我要去買利 是吧 我們要去買利 就是在賭博 上賭博 時間有選擇 時間有選擇 就要去買利 寫資料座無虛席 排隊人潮 更從櫃檯一路排到電梯 他們都是為了申請防疫險的 理賠而來 因為電話打不進去 什麼 打不進去 我就特意來跑到總公司理賠 不過因為我的新莊的那個營業員 他都不理我 張小姐三月投保防疫險 五月初確診 一契約 她可以申請五萬元的確診理賠金 跟她同住的男友 是密切接觸者 也有投保 也可以申請四萬元的隔離理賠金 追保單 追證明 趕著申請送件 這就是最近兩個月以來 臺灣的防疫保單之亂 排隊等著篩檢 疫情爆發第一個月 對PCR陽性才算確診 拿到政府的隔離證明 有保防疫險的民眾才能申請理賠 有的保險公司還要求要有醫生證明 急診室因此幾乎癱瘓 防疫險兩年內都能申請理賠 只要符合理賠條件 一定拿得到理賠金 不用急著申請相關證明 請先將衛生單位量能 留給有緊急醫療需求的病患 監管會主委親上火線拍廣告 要民眾別為了申請證明擠進醫院 而為了把醫療資源留給真正需要的人 親正居家也可以比照住院理賠 如果說在居家照護期間 有類似醫院的醫療行為的時候 是得以給他理賠的 在這次居家照護中的醫療行為 什麼該理賠 什麼不該理賠 這個應該是由保險人 保險公司 他們自己去做一個判斷 親正確診者拿了藥 回家自我照護 或是這家視訊醫師 都可以比照住院 但如果沒拿藥 甚至拿的不是抗病毒藥物 有些保險公司還是不賠 保險不保險 理賠不願給 再一次保險不保險 理賠不願給 疫情升溫以後 保險公司又突然180度大轉彎 甚至保險局跟保險公司協調之後表示 無症狀跟輕症居家照護 如果沒有用藥 保險公司可以不必理賠 已經確診的保護 有人無法申請理賠 還有更多人是連保單都可能不成立 那時候疫情不是很嚴重嗎 剛開始 那我想說就幫家人投保 簡先生四月九號投保保單四月十一生效 沒想到後來他確診了才被簡訊通知 無法承保 民間團體成立自救會要幫民眾打官司來 申訴的都是類似簡先生這樣重複投保被拒保 到底防疫保單能不能重複投保 在民意壓力下有的產險公司承諾 不管幾張都可以保 有的限制三張 但有的還是堅守只收一張 儘管會已經要求業者提報核保的政策 但有業務員就發現產險公司內部電子跟人工 核保的標準大不同 線上投保快速核保 但人工送件的就技術性慢慢拖 業務員成了夾心餅乾 學者表示防疫保單都是醫療險 當大多數確診者都是輕症 保單功能偏向彌補被保險人的收入 而收入是可以計算的 因此限制投保保單上限很合理 但必須事前就規定 就像說我們的醫療保單的實支實付 也有第三張就開始不理賠 那這個事先都已經先講好了 可是問題是我們的防疫保單事先沒有講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防疫保單 防疫保單不只保確診被隔離也可以領隔離補償金 但是當十二歲以下的兒童接觸確診者 家長必須陪同隔離時保單該不該賠 原本產險公司跟金管會都認為 陪同隔離不該賠 但在民意的要求下放寬到只要家長收到居格證明 也能依契約賠償 需要給予一些行政上的處分的人 開立的一個書面的證明 原則上都是經過疫調或者是風險評估的結果 有開立這個部分保管公司 當然就要一月去做理賠 家長陪同居家隔離 輕症居家照護 快篩羊視訊確診 都是防疫保單始料未及的新政策 如果民眾申請不到理賠 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訴 產險公司還得付出評議成本 根據警管會的資料 今年還沒到期的防疫保單有六百萬張 加上再圖保單全臺十二家產險業者 一共有七到八百萬張防疫保單 以確診率十到十五趴計算 每張如果賠四萬 光是確診理賠就上看四百八十億元 而這還沒算上隔離理賠金 防疫保單之亂其實不只發生在台灣 泰國也出現過 在泰國主持旅遊頻道的李志德 到現在還可以找到販售中的防疫保單 花台幣三百多塊 就可以買到確診理賠四萬多的保單 二零二零年底 泰國政府為了鼓勵觀光 甚至還免費送遊客 不過到了二零二一年四月之後 泰國疫情大爆發 泰國人口有六千多萬 防疫保單賣出四千一百六十三萬份 保險公司也因此慘賠 總保費一百零九點三億泰銖 然後賠了三百九九億泰銖 賠付所謂的賠償 利賠 所以這個保險是個虧本 2021年7月 第一家保險公司撐不住 停賣防疫保單 接下來甚至有兩家被吊銷執照 A社英修人這個保險公司就 10月15號就執照吊銷 因為給付有問題 然後再來就年底 12月13的時候 泰國的防疫保單之亂 從去年延燒到今年 但並沒有成為台灣的前居之鑑 理論上金管會應該要保險公司去試算一個東西 就是在最不利狀況下 平均一張單子會損失多少錢 東西在我們保險裡面叫承保能量 那你如果到了你就不應該再賣了 金管會有沒有善盡監理的責任 將是接下來行政立法及監察院的調查重點 保險商品在銷售前銷售後的風險控管都有一定的監理要求 保險局在今年年初其實就已經發了 20件函給相關的產險公司 你沒有強硬說不可以賣就這樣 你說不可以賣就一句話就可以 你也是在那模擬兩可的這個狀況 所以造成後面這個這個狀況百出 我們金管會消極不作為 指揮中心也沒有去善盡提醒的職責 因為指揮中心 他不只應該只是做這個相關防疫 因為他是整個疫情在防疫紓困 振興到我們的轉型 核保及理賠爭議 只是防疫保單之亂的序取 十二家賣防疫保單的產險公司 禁值從十幾億到四百多億不等 面對幾百億的理賠金額 考驗清償能力 產險公司背後的富爸爸金控集團 願不願意增資 有沒有能力增資都是問題 最嚴重就是保險安定基金進場 失去清廠能力之後 安定基金就要先下來 先去接管 那安定基金是有資產的 那如果安定基金資產不夠的話 那也很簡單 安定基金就以金管會的名義 跟供應行庫借錢 四月疫情再起 保單之亂不只影響保護權益 跟防疫政策更動搖保險業的信用基礎 核保及理賠問題繼續延燒 產險公司還有財務隱憂 防疫保單之亂 未完待續 目前臺灣每天仍有幾萬人確診 防疫保單的爭議恐怕還要延續 而要修復保護及保險公司 產險業者與保險局之間的信任關係 所需要的時間 恐怕是最大的挑戰及代價 現在先休息一會兒 馬上回來 吃半天和晚餐 要轉換 時侯 你如說 汶 是 祖 祖